寻找就寻见,靠门就开门 我是若死石金霞,我们一起读圣经 今天呢我们还是三木耳记下 今天是第二章 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 第二章我们也要分两次啊 因为它是两个层次啊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它的第一部分 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 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 耶和华说可以 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 耶和华说上西伯伦去 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 一个是耶稣列人亚西暖 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八妻的雅比该 都上那里去了 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 一同带上去 住在西伯伦的城邑中 犹大人来到西伯伦 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 那么这个地方可能有的人就说 这有什么好讲的呢 是吧 读一下就行了吧 是吧 有好讲的东西啊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呢 开头的这个此后 此后啊 那我们可能会想 要是英文的话 这是不是那个类似啊 就是从那之后 是吧 这个从此以后啊 是这样的 可是呢 我们要是看呢 这个英文的这个译本呢 比如说NIV的译本啊 他呢 这个词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词后 NIV的译本啊 是什么 是In the course of the time In the course of the time The course Course C-O-U-R-S-E 那In the course of the time 是随着 如果那个什么翻译的话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进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类的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啊 这过去的一些 过去那些事情啊 都经历过了之后 告一段落之后 告一段落之后啊 那么 大卫要开始考虑 要何去何从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个 过去的那一些经历 告一段落了 过去的经历都有哪些呢 你要设身处地的 站在大卫的角度去想一想 这个中文翻译成的词后啊 这两个字里边包含了多少东西 大卫十年流亡 颠沛流离 自己的父母还寄居在磨压 是吧 自己是多次濒临死亡的边缘 两次逃亡到加特 第一次装疯卖傻才躲过一劫 第二次 哎呀又是 每天时刻担惊受怕 是吧 还差一点被逼上了战场 和以色列人交战 然后呢 好不容易 被从这个 这个前线赶回来了 是吧 因为不被信任赶回来了 欢天喜地的往回赶 连赶三天的路到家一看 寄居了一年多的 这个喜格拉 已经被喜结一空 城被焚毁了 然后呢 又拼着老命 是吧 率领了这六百人 结果有两百人 已经疲惫不堪 无法这个再继续上阵杀敌了 带着四百人 从这个 这个亚马利人手中 是吧 把这个 这个七人 七人老小 都都这个救回来 但是你要知道啊 救回来 回到喜格拉 喜格拉仍然是个什么城啊 是一个已经被烧破的城 一个残破的城 那你想 就在这几天之内 他们能把这个城重建吗 你想一个城被焚毁了 要重建 那里要多长时间 是吧 所以说 这个地方其实已经不适合他们生活了 那么 就在这个时候 又过了三天 是吧 然后又来报信 少年亚马利人 寄居在以色列中的这个少年亚马利人 来报告他前线的战况 得知扫罗和约拿丹都死了 以色列全军溃败 然后以色列就亡国了 实际上 以色列就亡国了 你国王都死了 王子也都死了 太子也死了 约拿丹是太子 其他的是王子 是吧 然后这个百姓都逃跑了 这个将 这个军队的溃败了 大部分都死了 也没有军队了 也没有将 也没有这个 这个像样的将领了 是吧 那么连国王都死了 里色列就亡国了 然后大卫呢 这经历了什么 这个啊 先是悲痛 震惊悲痛 是吧 然后呢 又把这个 投机取巧的这个少年亚马利人 把他审判了 杀了他 是吧 然后呢 又做哀歌 这些都结束了 你想想这些天 过去的十年 我们就说已经成了过去了 但是刚刚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件 这简直是给大卫的这种什么 就是连环权 像连环权啊 哎呀 这一系列的事件 你想 这个时候大卫何去何从呢 怎么办呢 还继续留在这个 非力士人这边吗 再去跟雅籍要求 是吧 这个喜格拉被焚毁了 我换一个地方吧 还是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要想一想 以色列人 是需要大卫了 对吧 因为以色列人国破了 家亡了 国王都死了 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在抵抗外伍了 那就是完全那就是在这个非力士人手下 是吧 甚至亚玛利人手下 是吧 那就是人为刀卒我为宇宙了 对不对 一个是刀 一个是案板 是吧 然后以色列百姓就是那宇宙 那这个时候大卫如果说他仍然还寄居在非力士人 这边 喜格拉被焚烧了 再换一个吧 你想这大卫还是我们所尊敬的大卫吗 是吧 所以此后二字里边就蕴含了 这多少内容啊 你想想血以腥风啊 那么大卫就要思考何去何从吗 你看大卫问耶和华说 我上有大的一个城区可以吗 就是表示什么 表示大卫决定要离开非力士的这个掌控 回到以色列去 那回到以色列他先去哪啊 先去尤大 为什么 因为大卫是尤大支派的呀 是吧 你看你看那个扫罗 他不是也是以仗变雅敏支派的吗 是吧 那大卫呢 他是尤大支派的呀 那么他呢 在喜格拉的时候 他也是和尤大的那个长老们都有良好的 关系 他在逃亡的时候 就是这个扫罗在追杀他 他逃亡的时候也是 在以色列境内的时候 也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尤大地上 是吧 所以说他那肯定还是想着 先到尤大地去 对吧 那么尤大是一个比较大的支派 是吧 然后他也是尤大的 然后他和尤大各个这个地方的 这个长老嘛 是吧 关系也比较好 他在逃亡期间 在尤大地这里也得到了更多的这个帮助 当然也有很多人举报他 是吧 那也是尤大地的 所以他就想 我要回以色列去 那么我回以色列 我的立脚点 我先是尤大 是吧 那么 你看 但是他并没有说 我要回去我就走了 拔脚就走 是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事件啊 于是呢 他就问耶和华 就是先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说可以 大卫再问 我上哪一个城去呢 耶和华说上西伯伦去 这个西伯伦呢 大家能回想一下 在创世纪里面 西伯伦这个地是地名是多次出现的 这个亚伯拉罕啊 雅各呀 是吧 这个 这个以萨呀 是吧 好像这个次序有点 有点在什么了 应该是亚伯拉罕 以萨雅各 是吧 萨拉呀 利百加呀 是吧 这个啊 这个 还有 还有谁来 你看我这个脑子 雅各的妻子 就是拉杰 是吧 他们都是安葬在西伯伦的 都是安葬在西伯伦的 那所以西伯伦呢 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讲 这就相当于是他们的什么 这是他们的列祖列宗安葬的地方 你想想 这是什么 这是宗庙之地呀 是不是 所以呢 耶和华说上西伯伦去 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 这两个妻啊 都去那了 然后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 和他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 所有跟随他的人 以及他们的眷属 全部都带到西伯伦去 然后呢 犹大人就来到西伯伦 在那里 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 也就是说 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啊 说哎呀 这个是吧 扫罗死了 是吧 然后大卫直接呢 你不就该做以色列的王了吗 不是扫罗死了 以色列呢 就散了 你要注意扫罗的死 扫罗不是说这个寿终正寝正常死亡 他是非正常死亡 是在和非利式人的这种交战中死亡 那么这是一场恶战 完这个他的死就是意味着国破 所以呢 大卫呢 要想重振这个以色列国 他得有一个建国的过程 他得要把散了的人心 要凝聚起来 是吧 他得先要有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根据地 一点一点的去做 那个你不是说啊 任何事情就想啊 那个神与我同在 是吧 神要让我做以色列的王 神不应该把一切都预备好吗 还要让我 为什么我还要一点一点的去做 你当然要一点一点的去做呀 是吧 这个春天要到来 大地要让他一点一滴的完成 是吧 一点一点的完成 这不是利尔克的这个 这个给青年世人的信里边的句子吗 是吧 所以上帝告诉你大卫了 是吧 这个你要成为以色列的王 是吧 要兼顾以色列用你 但是并不等于说 大卫你就什么都不干了 你就在这等着 等着天上掉下 一个以色列国来 然后把你领过去做国王 不是的 你看扫罗也不是啊 是吧 扫罗那不是也是 神说啊 以色列人要王 是吧 然后扫罗 我给你们选了 那就选这个扫罗 按照你们的标准 你们不是想要一个 是吧 看起来高大 威猛 这个是吧 这个英俊能干 是吧 各方面都超出众人的 然后扫罗 做什么事 扫罗不是也要率领 这个以色列人 南征北战 东征西逃 是吧 从而建立以色列国 所以大卫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在理解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可能有人读到这 就很失望 怎么 怎么做个 犹大家的王啊 不是应该马上就 就登基 做以色列王吗 是吧 那时候以色列已经散了啊 有人告诉大卫说 埋葬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 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 对他们说 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你们既行了这事 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 我也要为此后代你们 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 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 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 那我们看这里很有意思啊 扫罗在对待藏买 大卫在对待藏买扫罗的基列亚比人的时候 和大卫前面对待 那个拿着扫罗的王冠 摘下扫罗的手镯 这个这个长途跋涉 风尘仆仆是吧 撕裂衣服投蒙灰尘 然后来他这里报信的亚玛利的少年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不对啊 那个以安全力的少年人 他本来是跟随扫罗的 对不对啊 他是跟随扫罗的 扫罗对他来讲实际上有救命之恩的 扫罗没有杀他们 让他们还存活下来 让他们寄居在那里 啊 但是他却啊 这个是落井下石趁人之危 是吧 见风使舵 投机取巧 而且还撒谎骗人 然后大卫呢 就把他杀了 啊 因为你要为你做的事付出代价 你亲口说你杀了扫罗 是吧 那么你就要担当这个留人写的罪 你求人得人又何愿呢 这是你自己自食其国 但是你看大卫 在对待藏买扫罗的激烈亚比人呢 按照世俗的那个理解 就比如说那个少年亚马利人的理解 他就觉得扫罗死了 扫罗这个追杀大卫 是吧 扫罗是大卫的仇人 是吧 那么那如果我说我把扫罗杀了 然后我带着扫罗的王冠和这个手镯去找大卫 大卫难道不应该奖赏我吗 是吧 我们按照同样的逻辑 那就想一想 这些激烈亚比人 他们竟然去葬买扫罗 是吧 那么对大卫来讲 不就应该把他们视为眼中钉吗 你们他死了 你们还忠于他 是吧 你们 那你们 也就是我的仇敌了 对不对 但是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 大卫他不是按照他个人的利益去判断事情 他是按照什么 他是按照神的这个道 神的道路 神的真理来判断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去对激烈亚比人 去包扬他们 是吧 圣赞他们 祝福他们 你看 愿伊和华赐福于你们 愿伊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 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 并且鼓励他们 就说扫罗死了 那么现在呢 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了 那么你们呢 也要刚强奋勇 那你注意大卫这里边就 真的非常讲分寸啊 他没有说啊 扫罗死了 这个这个 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了他们的王了 那么现在呢 你们可以来投奔我 是吧 你看 但是他没有怎么 他说你们要刚强奋勇 什么意思 就是说扫罗虽然死了 但是我们以色列人 我们各个支派 我们弟兄们 我们仍然在呀 是吧 犹大家高我做他们的王 就意味着犹大家决定 要振奋起来 振作起来 那么你们呢 你们激烈亚比人呢 你们也要刚强奋勇 那至于你们激烈亚比人 是要跟我大卫站在一起呢 还是投奔到我大卫 这个这个犹大家的这个门下呢 还是你们自立为王 还是你们去和以色列 其他的支派联合在一起 是吧 这是自由的 大卫没有说啊 你们得归我 你们得跟我来 是吧 没有 就是说你们要刚强奋勇 不要一直消沉 只要我们以色列人还在 人心还在 那么我们以色列国就不会亡 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 是吧 我们呢就可以 我们我们各自奋勇 是吧 每个人呢 努力努力去重建我们的以色列 就大家要这样理解啊 我觉得这样理解是比较符合大卫一贯的这个风格啊 而且也比较符合他的这种谦逊 他的这种谦逊 因为这个时候 他知道自己还不是以色列王 是吧 自己呢 就是还是呢 在一个 重振以色列 要一步一步的来 要一步一步的来 这不得不说呢 就是与他 所曾经受过的 这个什么 这个 十年的流亡 是吧 多次的寄人理下 是吧 这是有关系的 他就变得成熟了 就变得谨慎了 就变得越来的越谦逊 越来的 越平和 越能够忍耐 越能够等待 同时盼望 我说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好 我们接着看 扫罗的元帅 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 曾将扫罗的儿子 伊士波舍 带过河 到马哈涅 立他作王 治理 基列 亚书利 耶斯列 以法连 辩亚敏 和 以色列 众人 那我们就看到了 是吧 那么 仍然还有一些 残兵 败将 是吧 就是扫罗的元帅 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 那么他呢 就将扫罗的儿子 伊士波舍 那么也就是说 扫罗仍然还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的名字 叫伊士波舍 他没有死在这个战场上 至于他什么原因 这个圣经里面写 我们也不清楚 你就不用乱猜 那么 就是说 这个亚尼尔很明显 大家看一看 既然是他把 这个伊士波舍 带过河 然后呢 在马哈涅 立他作王 立了伊士波舍 作王 来治理 基列 亚书利 耶斯列 以法连 变亚敏 和以色列众人 那么也就可想而知 这个扫罗的儿子 伊士波舍呢 其实是一个什么 对 是一个傀儡 是吧 那么这个亚尼尔呢 也就是他 就是相当于是那种什么 这个 邪天子 以令诸侯 是吧 就类似我们 这个 什么 比如说 大家比较熟悉 三国演义 是吧 这个曹操 是吧 爱协天子 以令诸侯 那那你大家注意看 这个亚尼尔 他实际上啊 他是在继续推行 这个扫罗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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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针呢 也就是说 耶和华神 已经确立 代替扫罗为王 的是大位 这实际上是整个 以色列人都知道的 尤其是以色列的高层 啊 像什么 像元帅的儿子 亚尼尔 他是知道的 他曾经和这个大位呀 大位的手下 这些人都同朝为官呢 都在扫罗那里 这个做将 做这个将领啊 是吧 那他们 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呢 啊 但是 他 却没有说啊 我这边还有一些啊 这个 残兵胜将 是吧 然后呢 还有一些什么 变亚敏 以法连 激烈 什么这些 还是属于忠诚于这个 这个原来扫罗的 是不是 那我现在 亚尼尔呢 我有影响力 那如果呢 我要是 这个 也敬 敬奉 敬畏 耶和华的话 就是把耶和华的这个 这个这个旨意 是吧 当做最高的旨意的话 那么 亚尼尔正确的做法 就是 不必要自己 再另起炉灶 是吧 这个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什么 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然后带动这些地方 什么激烈 亚树利 耶利 耶利 耶斯列 以法连 变亚敏 和其他的 以色列的支派们 是吧 来 来拥立大魏 嘛 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跟这不多省劲啊 是吧 你想 就是如果说 人要是都顺服神的话 一切就真的 就轻而易举 对不对 以色列的重建 那也就会很快 速度也就会很快 然后两股 合成一股 然后如果亚尼尔也像这个哈 约拿丹一样 对扫罗说 是吧 耶和华已经高立你为王了 是吧 那我愿意做你的宰相 是吧 那亚尼尔完全可以率领着这些 然后来归向大魏 然后大魏让他做宰相 那么然后共同的把以色列振兴起来 如果真的为大局着想的话 是吧 你想想当时 能够重振以色列的 也就是大魏啊 是吧 你就是说 你不从神的角度去考虑 就是从人的角度去考虑 扫罗杀死千千 大魏杀死万万 民心所向 众望所归 对不对 然后大魏又经历了这么多的 这个遭遇 然后呢 在整个以色列人 以色列国 大魏没有什么亏欠 你想一想 是吧 那你 然后呢 这个 完全是可以顺理承担的 如果能够得到亚尼尔的支持的话 但是 你看 人的心意 他就是这样 他就会 自己生波折 那就是说 亚尼尔不行 我得 我得要做老大 是吧 那么我直接做老大呢 容易呢 就是引起人们的反感 是吧 合着扫罗 扫罗死了 但是人家扫罗还有儿子呢 是吧 人家 你凭什么做王啊 所以他要立个假王 是吧 立个假王 但是实际上 掌权的是他 扫罗的儿子 伊士波社登基的时候 年四十岁 作为以色列王 二年 那也就做了两年 唯独大卫家 尤大家 归从大卫 也就是说 这个在以色列 这个众支派中啊 只有尤大这个支派 是归从大卫的 就是大卫做尤大王 其他的 那些 仍然还是呢 就是 归从于 亚尼尔所立的 这个伊士波社 其实也就是归从于亚尼尔 因为他这个比较什么 他比较顺呢 因为本来就是这些地方都是为扫罗所统治的嘛 然后呢 就是 尼尔是他的元帅 亚尼尔是元帅的儿子 那他肯定在这些地方 他有自己的 这个手下呀 是吧 然后各个各个什么 然后重新 统领起来就比较容易 而至于大卫 大卫已经在外逃亡了十年了 是不是 大卫呢 在西伯伦做尤大家的王 共七年零六个月 那么也就是说 后面 大家能看到这个这个发展趋势了吧 是吧 后面接下来那就应该是什么 以大卫为首的 是吧 这个由大家 和以亚尼尔 伪装成伊士波社为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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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以色列王 是吧 他们之间还要发生权力的角逐 角逐啊 那我们就明天再继续看啊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看呢 就是啊 这个 一个是大卫 是吧 大卫的选择 啊 然后呢 大卫的啊 这个谦逊 是吧 面对这个激烈亚比人 啊 以及这个 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 是吧 他呢 就是 他真的是 你看啊 这就是说 因为他是追随扫罗的 所以他也就像扫罗一样啊 他 他不 他不去 说 我做什么事情 我要先考虑 我这个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 是吧 可是你看大卫 要做什么事情 他就要考虑神的心意 他觉得我应该回到犹大地区 是吧 但是他 不自己走 而是先问神 可不可以 我该不该回去 是吧 然后呢 我犹大又那么大呀 是吧 那我应该去犹大的哪 也都是求问了神 相比而言呢 你看 那个压尼尔 那个时候 和一还有仪式播社 他们如果也问问神呢 是吧 我们是去归顺大卫呢 是吧 还是我们自立为王呢 是吧 但是你明显看出来 圣经里没有写 压尼尔有向神的求告 而是他自作主张 所以你看 这个这种对比啊 这个非常的耐人寻味啊 那我们就想一想 那我们 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 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那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也常常是这样 像这个压尼尔这样啊 就是完全从自己的愿望出发 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不去考虑神的旨意 通俗点说 就是不考虑大局 是吧 这个小我膨胀 还是呢 就是像大卫那样 大家可以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啊 是不是经常是做什么事情 其实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考虑 来判断我要做什么 我不要做什么啊 这个啊 这个我想做什么 我不想做什么 而不是说神想让我做什么 神要我做什么 神不允许我做什么 包括我们很多 这个弟兄姊妹啊 或者说朋友 墙内的朋友啊 就是想出国 想润 是吧 那你你有没有为这个事情求告过神 你有没有把它交托在神的手上 是吧 还是你就说 我就拼命的 就向神祷告神啊 让我出去把神啊 给我开路把神啊 怎么样怎么样 你还是每天都这样祷告 就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啊 那个我当初就是这个 这个杰出人才移民的时候 那我是向神祷告 我就是 我把我的心意陈说出来 甚至有时候我都不说 因为我说我 我说不说的 我说了的 以及我没说的 我想的 以及我没想的 但是我心里有的 神都知道 是吧 我的心意是什么 神很清楚 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不清楚 所以我就把这个结果都交在神的手上 那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都是说 这个事情 我现在在这样做了 至于他能不能成功 是吧 我不知道 如果我做的这个事情 我的心愿 我的愿望 是神 想让我去做的 那么他肯定就能按照我的心意 变成现实 如果是神不想让我去做这个事情 神对我另有安排 那么肯定就会有别的事情 别的安排 这件事就不会成功 因为 这不是神的意思 他只是我的意思 所以我就每次祷告都说 就是就像耶稣在西马一园那样 祷告 就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要按照这个神的意思 按照上帝的意思 按照主的意思 不管结果是什么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在那个我的 那个移民分享 那个播放列表里边 前面讲我的这个移民的过程的时候 我也讲过很多次这些 就是努力的让我们平常 大事小事 只要我们的内心发生这种天人交战的时候 你就要记住 你就要记住 你求告神 不是让神来成全你 你求告神 是要让神使用你 去达成神的目的 那么神把我们放在哪里 必然有神的用意 必然比我们自己 所要安到哪里去的 要重要的多 也要正确的多 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个一些启发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欢迎大家留言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 我是Rose石金夏 今天是2022年 9月15日 那我今天呢 就是这个经典金毒呢 做了一个 就是关于唐诗诵诗比较的 这么一个 这个文学比较 大家看看 很有意思的 很有趣的 还有点这个小智力游戏 很有挑战 很有趣的 在这个节目里 我还打了几个非常精彩的比喻 你看一看 你会会然一笑的 会心一笑的 然后呢 我还录了一个节目 我觉得这个节目也非常好 就是讲呢 就是人怎样才能够开始独立思考 那我说呢 掌握了三个方面 学会三个技巧 就能够独立思考了 哪三个呢 您去听一听 我都坐在片尾 好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我都坐在片尾